民数记第十四章 当时全体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众民都哭嚎 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 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死在这旷野 伊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 死在刀剑之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 于是他们彼此说 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 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窥探那地的人中 有难的儿子约书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他们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 我们去窥探的那地 是十分美好的地方 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 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余蜜的地 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 就不必怕那地的人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硬辟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了 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全体会众都说要用石头 打死他们二人 这时 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 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名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虽然在他们中间 行了这些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除灭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比他们还强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样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用大能 把这名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埃及人也必告诉那地的居民 那地的居民也曾听见你耶和华 是在这人民中间 你耶和华曾面对面地向人显现 你的云彩常停在他们上面 日间你在云柱中 夜间你在火柱中 走在他们前面 现在 如果你把这人民杀死 想杀死一人 那些听见你名声的万国 就必议论说 因为耶和华不能把这名 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的地 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 现在 求主大发能力 照着你说过的话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赦免罪孽和过犯 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罪孽 自负盗子 直到三四代 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 饶恕这人民的罪孽 好像你从埃及 直到现在 常赦免这人民一样 耶和华说 我就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 但是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全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 这些见过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 仍然试探了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他们绝不得看见 我向他们的祖宗启示应许之地 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能看见那地 但是 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心跟从我 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 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 现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 住在山谷中 明天 你们要回转 从到红海路上 起行到旷野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说 这恶会众 向我发怨言 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 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着你们所说给我听的 对待你们 你们的尸体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中间被数点过的 就是按着你们的树木 从二十岁以上 向我发过怨言的 都不得进入 我启示给你们居住的那地 只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才可以进去 但是 你们的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他们必被掳掠的 我要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必得着你们 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体 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背信之罪 直到你们的尸体 在旷野都灭尽了 照着你们窥探 那地的日数 共四十天 一天算一年 你们要担当罪孽 四十年 你们就知道 我为什么与你们作对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我必要这样对待这 聚集反抗我的恶会众 他们要在这旷野灭尽 在这里死亡 摩西派去窥探 那地的人回来 因为带回有关 那地的恶性 以致全体会众 都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带回有关 那地的恶性的人 都遭受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只有嫩的儿子约束亚 和耶弗尼的儿子 娇勒仍然活着 摩西把这些话 告诉以色列众人 他们就非常悲哀 他们清早起来 上山顶去 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上 耶和华应许的地方去 因为我们犯了罪 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 又违背 耶和华的命令呢 这事必不能成功 你们不要上去 因为耶和华 不在你们中间 免得你们在仇敌面前 被杀败 因为亚玛利人 和迦南人 都在那里 在你们面前 你们必倒在刀下 因为你们转离 不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 不与你们同在 他们却擅自上山顶去 但是耶和华的约会 和摩西 并没有离开营地 于是亚玛利人 和住在那山上的 迦南人 就下来 击杀他们 粉碎他们 直到合而满 就下来